上一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 今天摩台只结算 大盘要再度的往上走 从上礼拜五 我说变盘 这个地方开始 到今天 星期三摩台只结算 这样五百点 代表什么 代表很多投资人在这里 看错的话 一下子三天就五百点 那台只期我们下一段 跟大家谈 那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掌握轮涨的脉动 那针对成长股去操作 像昨天 昨天泰塑涨停 起涨对不对 这涨满 今天 玉泰起涨 一档一档往上走 那另外呢 已经上涨的股票呢 我们一档一档 会实现获利 那这样子来讲呢 就是往上涨波段的 实现获利 那第一档呢 再布局 卡位 一档一档操作 那事实上 今天整个大盘呢 很轻松的 突破了季线 我记得之前 跟大家谈到什么 我说季线呢 它是扣底 这边的位置 所以它本身是向下的 那月线向上会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撑 就算大盘没涨 它也会突破季线 因为季线是往下走 那今天呢 很轻松的 突破了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代表多头更明确了嘛 一个多头的架构出来了 那往上连线呢 在这个地方 连线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那在这个地方 方向是向上的 重点是股票嘛 你有沒有买到主流股 你有沒有掌握到主流股 你有沒有赚到钱 我之前跟大家谈到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月线季线年线 在这里盘整嘛 那该赚的 该买的 还是一样啊 你像世新 涨了一大波段了 在这里 大盘其实没有怎么涨嘛 泰塑也是一样 泰塑昨天起涨 对不对 那今天呢 郁泰起涨 涨停 这问题是这个地方 你要掌握轮涨 我们再看一下呢 美国那斯大指数 多头啊 月线季线年线 全部踩在脚底下嘛 包括会办 代表什么 代表主流 它是在跟5G 跟半导体 相关的族群嘛 那你针对这些族群呢 一档一档去操作 你小心啊 郁泰涨停了嘛 那今天呢 我们世新出调 信红科呢 也是获利 出调 那今天呢 卖掉了实现获利 然后今天郁泰 旗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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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量 不追价嘛 在第一档去布局 那往上 你又是做教嘛 那今天世新呢 实现获利 信红科呢 也实现获利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世新 一个头肩底架构 很标准的 210到270几 大概是赚60块啦 这档没有多久时间嘛 连续往上挤掌 这样子叫波段 对不对 我不知道60块 670块算不算波段 创新高 跟信邦一样嘛 创新高 跟之前的怎么 跟华晴一样嘛 创新高 连续往上挤掌 创新高呢 获利出场 拉回有机会再买 然后重新找股票 再去布局 低档再买 对不对 这支这支做嘛 就好像昨天 泰塑掌田 这昨天嘛 一样啊 起掌 做教 那今天呢 只是名字不一样嘛 今天换玉泰 起掌 做教 那这两档股票呢 那这两档股票呢 一整那两个位嘛 在这里买90.4 然后往上走 涨停呢 就是一层嘛 那像一档一档操作 我在说 这一档轮涨 那大盘 在这里做整理 那如果你找不到机会 或者你一直都没赚钱的 我会想尽办法让你做教嘛 让你的会会变得有价值 那这个地方还有没有股票 可以去做布局 可以去做卡位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 上市贵公司呢 有一千多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 第一季 营收获利都不一样 法人喜不喜欢 有没有手单也不一样 基本面成长 主力法人大户手单的股票 那不去的时候 你去给他买 你就能做教嘛 那我是再度证明 你的会会有没有价值 是不是上去了 像这个波段可以获利卖掉嘛 那一档一档操作 对不对 那玉太今天涨停了 是又一档起掌 那目前这个阶段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大盘来到这里 他会进行一个整理 重要是你要什么股票嘛 上一次在这里的十年前 华情开始起涨对不对 然后金采 然后世新 然后泰塑 然后玉太 一档一档走嘛 主流股呢 主流股呢 你要去低买 高卖 轮涨 你才有机会撞波段嘛 不要随便涨上去以后 随便去做追价的动作 也不要看对视呢 去追价 我讲的股票 因为我随时会卖 大波段到了 该卖的时候我就卖嘛 那这地方呢 再找股票 再做起掌 去操作 我说机会 他不会等人 就好像呢 前几天 我跟大家谈 这一档股票 对不对 他上去了 他是上去了 再涨上去呢 又是变成一个波段了 那目前来讲呢 操作上呢 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那如果你操作不顺利的 这地方多头很明确 我们一支一支做 对不对 从华晴 精彩 世新 到郁泰 到泰塑 这几天往上走 把握机会呢 上个礼拜 或许没有优惠 你失去做教的机会 但是目前来讲呢 跟公司争取了 再延一天 一加一 把握机会呢 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布局 一起去奏教 像太寿 像玉太一样 我们休息一下 主持人 我们祝你 救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禮拜有在这里整理 整理以后跳空对不对 今天再买预备 80亿是干什么 因为今天磨胎只结算 再一次的打空 三天总共涨了多少 五八点 很快 那这个地方你为什么判断错误 我昨天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 很好 我说这个地方 做期货你要注意现货期货选择权 这就是撒卡都 二大于一 现货买卖 你很清楚看得懂啊 比如说星期一 外资 买了168亿 今天 买了180亿 你很容易懂 你很容易知道呢 它是偏多或偏空 期货也是一样 你看外资的未平仓 增加或减少 你很容易看得出来 但是呢 这撒卡都就选择权最难 最复杂 那你看不懂的话呢 你很容易呢 你就会被轧空 就好比在这个地方 一堆人 包括一些专业的婚姻师 抗空对不对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选择权嘛 那选择权 为什么这么困难 我只会你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谈 股票跟期货很简单 就一变二嘛 选择权呢 它有买权卖权 再分出去变成四个 那这四个呢 它各有图形不一样 就变成这四个图形 上面买进卖出 卖权买权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 买进 买进卖权 就是这个图形 对不对 卖出卖权 就是这个图形 那这边是 买权刚好 到缓 对不对 所以 四个图形 如果你单一看一个位置 我想很轻易都能懂 但是你如果把四个 你要去综合考量的话呢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呢 选择权为什么难 因为一变二 二变四嘛 跟股票期货不一样 所以呢 外资常常用这个 来误导你嘛 那等到它不准备好了 它现货一出手 你马上高空嘛 它现货一出手 买168亿就跳空啊 今天再买 再跳空嘛 它为了什么 为了这里 因为你骗空嘛 问题在选择权 那选择权呢 它护权的地方 它不止 不止这四个 你要综合考量 这一个 外资有四个图形 内资也有四个 自营商就内资嘛 那有时候 你要看一下投信 所以加一加呢 12个 你怎么去综合考量 包括前十大交易人 所以我说呢 选择权 没那么简单啊 你如果看不到 你一直到那里的书籍嘛 你每天至少要了解 这基本的 基本的筹码 书一堆 那一天到晚 爱热头波浪 那真正四月台子波浪 这么漂亮波浪 会有贪到 重点在筹码 问题在选择权 那这个地方呢 结算完了以后 稍微 稍微有拉回的迹象 叫五百点嘛 五百点 这个地方呢 短线上 它会进行一个整理 那五月台子这个地方呢 我看法没有改变 三月偏空嘛 四月偏多到四月四五号结束 那五月台子呢 在这个地方 它是也是盘整 那基本上呢 在一万跟一万一之间呢 在这里做盘整 那因为呢 年限月限 所以五月还是一样盘整格局嘛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告诉你怎么操作 那选择权比较难的部分呢 我看得懂的话呢 我会跟你讲 你应该怎么操作 就跟在这里一样嘛 我说这里你要偏多操作 我们在这里多操流仓 一跳空上去呢 就可以赚一百多点嘛 那目前来讲呢 这里有慢慢的 有一点点头部的味道了 操作上要小心 因为摩台子结算以后呢 它不一定会再涨 那重点在 你要再看一看道琼的走势 不要随便一路的追 你这五百点 短线上呢 随时有机会拉回 但是这一段呢 很可能很多投资人 血本无归啊 三天又被操控了五百点 我想操作不顺利的 如果你看不懂法人筹码的 趁这个机会呢 把电话拨通 一样会给你优惠 一样会给你优惠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通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我记得之前 特别把预态拿出来 跟大家介绍 从第一档开始 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长到这里 然后进行一个整理 整理以后 整理的过程 我们再度买进 那今天往上 又涨停了 那我跟大家谈到 这个地方操作上 你要去注意 一档一档操作 从之前的 这些都往上走 对不对 然后现在出调了 获利出清 获利出调 那开始 昨天泰塑 起涨 低档往上走 那今天预态 整理完毕 又再度往上走 我说你如果提前 你把电话拨通的话 这一档一档 你都可以赚得到 那现阶段来讲 前一阵子 投资人 很在乎优惠 所以错过了 很多该买的股票 该做教的 没做到 那最近大盘在整理 操作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又特别跟 公司争取了这个优惠 那我希望你能把握住 那今天我们持续 争取今天持续再给你优惠 那现阶段来讲 其实操作上很简单 找一些股票 在第一档布局 你可以跟主力 大户法人同步的 在第一档布局 我会想尽办法让你做教 就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成功做教 很明显的例子 这九点多 尾盘是所涨停 该卖的 一样获利出清 像世新 这个赚了六七十块 这个也是一样 那泰塑 该买的买进 做教 那玉泰 这里整理完毕 这里在买进 它是要往上走 它目标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我说成长的股票 它至少怎么样 它至少要回归原位 回到原来的位置 因为它一月二月三月 都大幅的成长 那回归原位以后 再看状况要不要卖 你像世新 回归原位以后 它还持续创新高 那因为这几天连续的往上走 那这一段六七十块 所以 我们今天获利出清 实现获利 像这个也是一样 回归原位以后创新高 那姓鸿科 来到这个地方整理 回归原位 我们先把它卖掉 一档一档操作 那精彩呢 从五十几到八十几 对不对 这一档我们还续报 这里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再度加码 对不对 那我们至少呢 会等到它回归原位嘛 一档一档操作 抽码出现问题 我们就会出掉 那我在意的是 你怎么样去低档卡位 那我不希望你再度去 看电视去追价 因为呢 我随时都会卖出 不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你就好像呢 像之前中达 我们也是出掉嘛 包括呢 姓鸿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轮掌 花群在三月 在低档 他往上走 对不对 四月初 他就创新高了嘛 那创新高呢 就卖掉 卖掉以后呢 卖精彩 对不对 那精彩现在来到哪里 来到八十几了嘛 那接下来呢 四星 这也大概210嘛 那今天卖掉 卖掉是多少 270几块嘛 那是60块 一档一档做啊 低档去买 那你像姓邦 创新高了嘛 那精彩在这里再买 他是不是又往上走 那我跟大家谈一些观念 操作的一些观念 四星为什么卖 因为连续往上走嘛 那姓邦也是连续往上走 这些都是做教 精彩啊 所以不要做追教的动作 他连续往上走以后 那有些呢 我们今天就获利出场 那接下来呢 又换成 今天太硕又往上走嘛 玉太师做教 那另外四星出调嘛 那一档一档操作 那现在这段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目前你要去注意到有哪一些股票 它低档 它值得你去布局的 比如说我之前上礼拜跟大家谈的 这一档股票 他们是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已经上去了嘛 那你再等下去呢 它可能往上又创新高了 那很多机会呢 它是不会等人的 那我希望你把握机会呢 把电话拨通 很简单 你拨通的话呢 我会带你布局 跟主力法人大户呢 同步在低档去布局 让你的会会 做教 让你的会会有价值 对不对 一档一档操作 你像这一档呢 也是一样 有拨断利润的空间 把握机会呢 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卡位 很难得的机会 这优惠呢 随时会结束 低档卡位 我们一起来做教 一教一终案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推出一加一大回馈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刹车线 0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